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回来TBS新闻大白话 选战倒数30天 有一位被称为预测神准的日本学者 叫做小丽媛星星 他做出了2022年底 这倒数30天之后的选战结果的 预测其中你看到这个蓝的选区 他这个框框如果是双圈圈代表笃定 可能性非常非常高 如果一个圈是还只是可能 双圈圈是连任 就是他一定会当选可能性高 一个圈是会当选 但领先的幅度还不大 三角形就有逆转胜的可能 如果这样讲的话好像都有可能 但是总之以他的版图 目前最有可能的胜选的版图里面 显然民进党是会从过去的 现在现任2018年的7席 会调到5席 丢掉两个县市 国民党从14个席次会增加1席 到15个县市 当然新竹意思就是说是 高宏安被他认为 比较有可能当选 有了个民众党的版图在里头 其他的县市 台北市他也是以蒋万安 为比较有可能的希望 如果今天国粮在这里 基隆还是认为你比较有机会 所以这样的研判 立刻1450就很不开心了 开始出征他 亮哥就说这个小丽媛 过去的记录一向是很有公信力 大家都很相信他的研判的 但是通常不会这么快就公布 而这一次公布那么快的原因 是什么呢 但无论如何立刻在党内 引起了至少是民党内 就引起了很大的不满 这告诉我们我们要输了吗 蔡总统不是说我们要票 比蔡总统800万票还要多吗 那么要呼吁三个拜托 结果现在这个预测的结果 就是让民党内各种声音都出现了 我们来看看 过去蔡总统怎么逆转胜的 先2019年跟赖神之间 本来民调差距那么大 他就是逆转胜吗 硬是把他赢过来 争取了连任的机会 而2020也一样 被形容是逆转胜 2018惨败之后 2020才有赢的机会 四大公投 本来一开始民调也是 全书非常的大 但是他还是赢了 所有四大公投通通全胜 甚至2022在 这个颜宽恒的补选上 也是一个被逆转胜的概念 所以要先败才会胜 他的四连胜之后 202022的县市长 会不会被这个节奏上来讲 会惨败吗 那才有机会逆转胜 那只是一个过去的历史的综合 但是动用国家机器来打选战 这个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太多斑斑可数的 租房不及被宅 你看看 9月22号疫苗采购 去告城市中赌职 到现在还没有办 26号张淑娟去告周玉寇 其实很多的市政 就是牵涉到当事人的名誉的问题的 到现在也还没有任何的传唤 证讯进度是零 9月2号林志庙 不同的政党 林志庙设臂被起诉 好快 不但开庭 几度的搜索 是有刻意操作 让人家落差很大 相对于其他县市长 新竹的棒球场没有验收就比赛 害得选手受伤 到现在号称分案调查了 也还没有任何的进度 旅球场这更夸张了 上了国际媒体 天花板到底为什么卡了 应该很简单结构体的问题 现在说他事案调查也一样没有任何看到 可以让民众接受的理由 还有论文案 族科管理局也是一样 明明被牵涉 已经被两个学校都认定 是一个抄袭的状况 撤销了论文的学位 可是为什么族科管理局 却没有依法去争取自己的权益 现在就算有议员去检局 去陈情 他一样自知不理 国家机器是指帮着一边在做运作的吗 而基隆我们看到 过去也是命运多揣的 当然就是我们捷运 我系指人 所以很关心 捷运怎么思思不同 到底选举才会讲到吗 你看看过去 林又昌在2017年的宣布 经过多了两年多的努力 终于 基隆城市发展史上 会记得这一天 因为要通车 捷运会准备来做了 甚至小英还宣布 赤之80亿新建 2022年就是今年 就要通车到南港 然后只要要选举了 现在他们又再度同台 包括苏贞昌院长 蔡世英 一起要推基隆捷运合体背书 到底现在是要不要通 怎么通 还不知道 所有的选举曾经有过的承诺 这个时候都是到了验收的时候 而这一次 可能蓝绿版图的移动 甚至在野党其他的版图 有没有可能盖过来 是不是符合小利元的预测 亮哥怎么看 这个我们通常讲首长选举 因为你看现在政党盘 民进党还是遥遥理先国民党 30级 国民党大概只有15左右 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 就是这种选举候选人最重要 候选人的因素远远超过政党 我觉得主要是两件事 带动了这次选举的大的氛围 事实上联动也造成 我们国良兄有机会当选 第一个就是陈时中 就你硬要提陈时中 后来就连续扯出防疫的种种问题 我们今天确诊不到4万人 死亡84人 很可怕 我们连续好几天死亡人数单字 都超过日本 比例非常高 都是第一 亚洲都是第一 就是这个氛围 然后又扯出高端的 蒋公安就爆出了这个问题 那种种 我觉得现在就是陈时中的 那个仇恨值负面的东西 引发了很多地方的 外溢效应 就因为防疫是普遍经验 比如说国良兄刚刚讲说 有人去跟他讲说 你一定要努力 这种人我相信就是 因为基隆不会有这么大的 深仇大恨 林又昌我不认为会有这种问题 就是外溢出去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柯总招实在太厉害了 你打一个候选人高红安 可以打到全国皆知 然后所有的节目都在打高红安 已经打到一天到晚 都接到一大堆简讯了 所以有人这样选了吗 所以我觉得是这两个氛围 这两个大的氛围 你打到高红安看起来也是会当选 所以这个就是反弹 第一个是候选人因素 事实上一开始陈时中看起来还是有机会当选 可是后来随着防疫的因素越来越大 那就累积了你的仇恨值 还有自己除包的 自己当然除包了 所以我是觉得 目前总体氛围是对民进党不利 这个恐怕 你没有去处理这两个大重点 你光是用蔡英文的个人支持想要来拉 拉不起来 因为这是候选人主导的选举 不是你蔡英文在选 我又不是投给你蔡英文 我是要投 要不要投给陈时中 是这种问题 而且小丽媛这次民调 真的与以前不太一样 因为我对她的记忆是 她通常是她会走完台湾 她会实地去走 各个县市 然后她先 这个是初步的评估 民调的结果 然后她会去走 然后去印证自己的感觉 她最后才会做出预测 可是这个评估就立刻写在脸书公告 这个当然会对选举有影响 为什么 因为她历来被认为是 相当有公信力的一个政治选举的研究者 台湾选举的研究者 所以你看到小英会开始 急了 因为我们看到她已经去桃园 去新北 去台北 非常多次了 非常多次了 这表示北台湾真的是危急 这个北台湾我觉得 光是这个陈时中外溢 大概就足以把大家都搞垮 就是这样 无论如何是已经比游宜龙奖 两都两线剩下来好一些了 就是无论如何蔡总统 现在打出来一连串的 拉高选举基调的做法 就是怕小立元讲的这个状况发生 陈生 对 然后也说忘记林志坚 忘记林志坚这件事情 一直重复的想要把它忽略掉 把它带到另外一个更高的 包括抗中保台两岸的议题上去 维翰 今天是选举倒数30天 所以这个话题突然炸开来 大家都跑去朝圣 这位小立元这个教授 他十一会到台湾来 他会跟很多人见面 我也可能会跟大家见一面 再谈一谈这个有关选情的内容 他说这个预测 为什么一起大家这样子的一个 怎么讲 讨论就是因为 他是传说中0.6%的男人 2016年的时候 他就预测谁赢谁输 然后朱律元大概多少票 都差不多 2020年的时候 这个韩国瑜市长韩哥 跟那个蔡英文总统的那个 他说蔡英文有57.7 他连小数点都给你写出来 57.7 结果后来蔡英文得多少 你不用去查了 我跟你讲57.1 所以只差0.6% 他的误差值只在0.6% 所以大家当然会参考 而且通常 如果你没听过的话 就是台派或是偏绿人 比较喜欢看他的 台北偏绿人讲说我看他 你跟我说我俗了了 15.5.1.1 什么意思 就是国民党还是15席 来观众朋友看一下 我们今天这个TV的做这个图 他那个是现在的状况 我提醒大家一下 左边下面那个 导播你拍一下 左下角那个小台湾 不要看大台湾 左下角 2018那个小台湾 你指这边 对 当时高雄 你看高雄 当时还是国民党 现在不是了 现在被成绩办拿回去了 所以2018年民进党选多少 6席 国民党15 15比6 你拿高雄村 结果你说2022年 过了4年以后 蔡总统已经 领了200多万票了以后 国民党还是15 民进党从6变成5 那他怎么 民进党制作怎么受得了 所以哭喊一片 因为你们可能不认识 在那个脸书上面 有很多都是 非常知名的台派人物 他以前有的是我的长官 哭哭 怎么会这样 他都说不要急 他甚至补了一句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他说这种结果 对民进党2024选总统 反而更有利 他就说反而更有利 可能会团结 大家看一下 他里面打的圈是这样 因为他会来 他可能还会在最后选前的一次 不过他毕竟是日本的教授 他不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 也不是台湾人 我们参考就可以了 我是觉得很多地方还蛮有趣的 他的三个记号的标志是什么 两个圈代表 贏到五村赢很多 像谁 你看像侯友宜有没有 他虽然你说台派 林佳龙直接 侯友宜两个圈圈 林佳龙连个三角形都没有 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完全无悬念 他不可能赢 一定是侯友宜 是打两个圈圈 像台中 卢秀燕 卢秀燕这边也是一样 他台中市 蔡其昌连个三角形都没有 可是这里我就讲 关键今年是 关键是北陶竹 决战是大陶原 他目前台北市是蒋万安圈 然后陶原市是张善政圈 新竹是高宏安圈 可是你要注意 新竹 沈慧宏还有个三角形 表示说他还在局内 30天内他有可能逆转 说不定他赢 三角形是这个意思 桃园是 郑昀棚也是一个三角形 比较关注我们刚第一段讲的阿中 难怪哭哭 阿中连个记号都没有 有三角形是黄珊珊 就或许黄珊珊最后拿到明镜党票 超过蒋万安 或是蒋万安赢了黄珊输 陈世忠没有 所以他的一个记号就是这个意思 蔡世英也有三角形 对没有 所以你就会出到 蔡世英都有三角形 蔡世英有三角形 蔡世英有三角形 蔡世英有 现在赢到五春 刚刚你看像屏东 还有高雄 还有台南 以及前一页的嘉义县 民进党赢很多 他就两个圈圈 所以都是这样 唯一一个大家可能觉得 他来以后 他澎湖打的是 民进党现在目前是领先的 反而是国民党 赖鳳是打三角形 但是因为他们到台湾 这可能跟先前 国民党内没有整合 大家觉得说国民党部也有关 等他来以后 他可能再做一些不同的一个 做一个预测 不过日本的教授都知道说 陈时中现在决定很坏 肯定就很坏了 我补一下讲新竹一句就好了 新竹高桓安从原本的 不到10% 十几% 到现在已经30几% 昨天一直都在民调 他还是第一名 其实我这边讲过就算了 好像是柯建民在跟高桓安选 柯建民今天还这么高桓安 对不对 说你那个请教 其实柯建民他关心则乱 他觉得新竹这一局 他一定要赢 可是他刚刚做错事了 他的方法不对 他每天抓到高桓安打 不是没有伤 我相信会伤到高桓安 可是你反而让 沈惠宏的存在感降低 就变成都是柯建民 在跟高桓安 就沈惠宏反而慢慢的 他总顶线到下来 其实这才是问题 你把沈惠宏打到边缘化去 是不对的 林根人是国民党的参选人 他现在被打到第三名 可能会造成一些板块位移 所以各地的选情 目前的态势是这样 可是都还没有投出来之前 也不要讲死 都还有变化 这份小立元的预测力 真的是让陈时中情何以堪 怎么看在基隆 当然被预测你好像还相对的稳健 可是国家机器总是在动 基隆也动得很凶 对 事实上 我们完全可以感觉到 不管是从媒体 或者是到检调 民进党是全面的掌控 你刚刚看到的这个 我们也是新有期基因 这么多有关于 民进党的案件 他们就不办 但是你如果说什么吴子佳 我前两天也跟他一起上一个开讲 他就三天就传他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还是要回归到就是说 民众现在的感受是怎么样 民众的感受就是说 他这个疫情在基隆 他的重症率是非常高的 他的致死率是全国前两高的 然后他的疫苗也打不到 所以我觉得刚刚亮哥也讲了 就是说民众的反弹 可能不完全就是来自于 他们基隆的施政 主要是来自于现在民进党 让民众觉得说 在这个疫情底下 民众的经济也好 民众的健康也好 都是损失惨重 我觉得这样的选情对我来说 当然是有注意 不过因为民进党他们 我觉得他们现在选举 是越来越没有下线 就是他们越来越蛮横 而且越来越赤裸裸的 然后讲的话就是完全不是事实 他们也可以攻 然后像他们前几个礼拜在立法院 就是连续大概在十个工作天里面 开了七次我的记者会 所以为什么我后来有一次碰到 蔡壁如跟高宏 那是有联署 因为我就觉得说 因为我也是 而且我那时候设定 我的那件事情完全是 没有问题的 而且是不存在 然后可以被他们连续 就是白的东西 被他们讲成黑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 常常上头版 对 那我就觉得说 原来这个世界的是非 可以被大量的媒体篇幅 整个颠倒过来这样 那当然还好就是 我们后来把一些我们的情况 充分的让大家了解之后 你看现在没什么人 在谈这件事情 就好像蔡世英她 我的对手 她在9月1号被时代力量 检举她的博士论文一样 当天马上就有人 也检举我的论文 但是现在没有人在提起 我的论文 所以我只能说 他们现在攻击跟抹黑的一个 这个规模 已经到了我自己觉得 已经到了一个 新高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我看了很多 其实我最近常常 我今天上节目 我也是在谈 你知道我今天看到 比如说我投 这个自由时报好了 就一番在讲别人 今天不是我 平常就是 就是很大的版面 但是很多东西都不是 可是就是新有七七烟 就是说到底 这个他们现在讲的东西 而且就好举例好了 他们讲一些新竹的人 讲高宏安 那个我觉得 给人家感觉就是 完全就是纯粹是为了攻击而攻击 我真的高兴 因为把你伤到头版 表示你有机会赢 他们把资源下在这里攻击 这就是国家机器洞的选择性 我们休息一下 下一段来讨论的是 桃园还有新竹 几个新的议题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